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你也知道嘛 我没朋友啊 所以找不到人类来当特别来宾 因此我只好找了我的狗丑哥来烂鱼充数一下哦 是烂狗充数一下啊 毕竟一个谈话性节目总是要请一些来宾一起打嘴炮这样才像样嘛 人多一起打嘴炮比较好打啊 那我们现在请丑哥自我介绍一下 呃 OK丑哥在睡觉所以我们就当做他已经自我介绍完了 那到这边时间竟然已经过了一分多钟了 到底是我废话太多还是时间过太快啊 还是因为丑哥长太丑 我请相信因为我废话多啦 这样才有办法主持这种都是废话的谈话性节目嘛 好 现在来说今天的主题 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一句话是什么 哦 正确来说应该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一句话之一是什么 记得一定要加一个之一这样话才不会说的太绝对 下次才有变动空间嘛 你从丑哥的睡知就可以看出他有多认同一定要加之一了 OK 现在来说那这个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一句话之一是什么 我真的很认真分析过啊 分析出来的答案连我自己都震惊了 这句话就是对不起 这三个字真的是人类一个很伟大的发明啊 你这句话讲越多次你就赚越多钱啊 那我们请丑哥举个例子来证明一下 比如说丑哥今天不小心在一个不该拉屎的地方拉了一坨屎 这时候他只要露出对不起的脸 这件事就被解决了你知道吗 他乱拉屎的事情就像没发生过一样啊 首先你也知道对不起 是一种放下自尊然后跟你示好示弱求和 并且带有一种我在反省的实际动作 所以通常对方跟你说对不起时 你会因为对方释放了这种卑微的感觉 让你进而产生了不想与对方计较的想法 就是所谓的原谅 好 所以我一个心软就原谅了丑哥乱拉屎嘛 连跟他说叫的力道都变软了 晚上原本想处罚他不给他吃骨头 现在也因为丑哥道了歉我原谅了他 所以我仍然把骨头给他 那我们来看看这件事情中丑哥有多赚 首先因为他道了歉导致我少教训了他几句嘛 那他省下了这些被教训的时间而时间就是金钱 所以他不就等于赚了一笔钱吗 他被人教训心情就会差 心情差可能就会生病 生了病可能就要看病 看病就要花钱 现在也因为他不用被教训 所以他心情不会变差 他也不会因为心情差而生病 也不会因为生病而去看病 也不会因为看病而花钱 所以他又省了一笔医药费啊 接着丑哥原本吃不到的骨头 因为他道了歉我原谅了他 因此没有处罚他的又给了他骨头吃 那买骨头是要花钱的嘛 等于丑哥又赚了一只骨头的钱啊 最后更赚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一般来说每件事情的因果都有他的等价关系 原本丑哥乱拉屎 他必须拿出大约20分钟的被教训时间 还有一整天的心情不好跟损失一只狗骨头 来做交换 那这种等价交换通常会让他下次不想再乱拉屎 但现在丑哥完全没有损失了哦 等于他的等价关系消失了 也就是说丑哥可以超爽的乱拉屎一次啊 所以只要愿意说对不起 看起来丑哥就可以无止境的乱拉屎嘛 因为他没有损失嘛 那这件事情我们现在把它换成人类来看看 比如说你考试考了0分 原本回家会被妈妈骂 这个时候你就赶快跟你妈说对不起 记得你的表情一定要很有诚意 非常痛苦的说对不起 此时你妈要是还骂你 就显得他没风度了嘛 因为你都放下自己的自尊示弱了 示意自己是因为太弱小了 成绩才会考差 所以你有在检讨了嘛 所以一般被道歉者 原本对你的不满 通常会为了展现自己的度量 所以不再与你计较 就是原谅你的意思 所以你仔细看你是不是超赚 你可以把被骂的时间省下来 拿去打电动啊 你只要说一句对不起 就可以省下很多时间哦 我们再来举其他例子 你们班上或是你们公司里 一定有那种做事情常常出问题的人吧 每次他们答应别人要做好的事情 结果都没做好 而他只要说对不起就没事了耶 当他事情没做好 但是他却很诚恳的跟你说对不起 一直跟你说对不起 这时候你到底还能拿他怎样 你完全不能拿他怎样啊 你除了接受他的道歉 你还能干嘛 你不接受他的道歉 就显得你没度量了嘛 也就是说 只要你愿意放下自尊 并且诚恳的说对不起 你这辈子就都可以 一直造成别人的困扰 害别人来帮你善后了 你说是不是超爽的啊 原本你自己把这件事情做好 可能要花很大量的人力 金钱和时间 现在你事情没做好 还说自己不晓得该怎么办 重点是你还说了对不起 这时候你就可以用趋近于零的价格 得到别人花人力 时间金钱来帮你做事情耶 来帮你善后 根本无本生意嘛 对方还不能生气哦 因为你说了对不起啊 其他任何你犯错的时候哦 只要你愿意说对不起 你都可以让原本你应该要负的责任 大幅度的减少哦 你说赚不赚 根本就是赚翻啦 再譬如你男朋友 如果你有的话啦 他原本答应你说 要假日带你出去玩 但他临时要加班 忽然不能带你去了 这时候只要他说对不起 我真的很想带你出去玩 可是我没办法啊 我也是千百个不愿意 真的很对不起 那你还能拿他怎样 你只能接受他的道歉的啊 不接受的话就是 你不是抬聚了嘛 不懂人家加班的辛苦了嘛 也就是说 他只要一直说对不起 他就可以一直说话 不算话都不用负责耶 又譬如你跟你朋友约好 十点见面 结果他就他妈的十一点才来 这时候只要他一直跟你说对不起 你还能拿他怎样 你只能原谅他了啊 就算你当下没有马上原谅他 之后他一直跟你对不起 一直对不起 你最后还是要原谅对方的嘛 因为你不原谅人家的话 人家会说你小心眼啊 好再比如说你女朋友 你没有女朋友啦 是别人的女朋友啊 跟他男朋友说 他绝对不会跟其他男性 再单独出去玩 结果之后他还是一直单独 跟其他男性人类一起出去玩 而事后他只要用诚心诚意 楚楚可怜的样子 跟他男朋友说 对不起人家不是故意的嘛 你原谅我好不好 对不起啦 那他男朋友还能拿他怎样 除了分手之外 就只能接受他的对不起了嘛 他男朋友完全没有空间 跟他讨论 他说话不算话 该怎么处罚耶 他几句对不起 就挡住了 他说话不算话的责任耶 所以从上面的各种例子 还有现实中 各种会说对不起的情境 我们就可以看出 对不起三个字 只要你说得出口 你就可以轻易的破坏 很多等价关系啊 你本来做错一件事 要付出的代价 现在都变成没有代价了哦 我仔细想想 连我自己活了那么多年 都靠对不起这三个字 免于了很多责难啊 原本你可能要被罚钱 原本你可能要被人骂 原本你可能会失去工作 原本你可能会被退学 原本你可能会被判刑 原本你可能会自上官司 原本你可能会被人揍 这些事情 你只要诚心诚意的说 对不起都有50%以上的几率 可以解除哦 所以对不起这句话 究竟是谁发明的 真的是让人赚翻啦 那有人会问啦 说抱歉行不行 当然不行嘛 抱歉才两个字耶 对不起有三个字啊 至多才有力量嘛 你没看至多的脏话 都特别难听嘛 所以对不起的效果 一定比抱歉好嘛 那对不起这句话 你该不会以为 只能用在道歉上吧 那你也太小看这句话啦 这句话还能用来 嘲讽别人啊 你只要在对不起后面 加个撞声词咯就行啦 比如你朋友问你说 为什么要抢他男人 这时候你只要用 GY的脸跟他说 对不起咯 你就可以得到 道歉跟嘲讽 一举双得的效果啊 你朋友会觉得 你道歉道得很没诚意 但你又好像在道歉 再譬如说老师问你 为什么要欺负同学 这时候你也可以 歪着脸跟老师说 对不起咯 这种不解释 还假装有反省 又一副看你能拿 我怎样的态度 保证气死老师啊 那如果你不想气死老师 这个时候你也可以改变风格 马上装可怜的说 对不起 那你欺负人产生的后果 又可以降低 或是被归零了耶 又譬如 你跟别人吵架的时候 不管对方骂你什么 你就一边抖动的身体 一边说 对不起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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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证这种感觉比你骂脏话更气人 而且对方告不了你啊 因为你是说对不起嘛 最后我们来做个嘲讽表情练习 对不起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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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今天的内容 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 虽然我觉得对不起这句话 真的很有价值 但其实这并不是一句 人人都能轻易说出口的话 因为大部分的人 都不会轻易放下自己的自尊 承认自己有错 所以你也不用太担心 会经常被人用这句话来对付 不过很多时候 我真的相信 只要你愿意说一句对不起 你的人生一定也会变得更有价值 世界也会变得更和平 更美好啊 咯咯 你今天是来干嘛的 你一直睡觉人家要怎么主持 你好歹要在外面跑一下 不然画面很无趣耶 你这样一直睡觉很不敬业 你知道吗 下次不发你通告了 我跟你说 你干嘛 你又想说对不起是吗 对不起